为什么 因为我怕鬼 怕跟回来 所以有时候 有一个还找我师父 真的不会跟 我才跟你去 我就说不会 骗他 不会 菩萨怎么会跟你 菩萨怎么去找住他 但是事实上我也不敢讲 因为有缘就是有缘 你到那个地方 老实说像我 因为我都问过姓师父 我自己也有这样直觉 我在美国投胎 做太多种身份 所以我走到哪里 都会碰到这些有缘的 有形的跟无形的 但是我认为 修行的过程 就是要去了结这个因缘 该欠的要还 这个过程 当然会有一些 种种的压力 但是你一定要安忍 所以菩萨 慈悲度众身 安忍 你才可以消业障 才可以击福报 佛陀又说 行法忍固 破诸无名 得无量智慧 所以各位也必须在 这种身脑病死 种种的变化里面 生生灭灭里面 那么去消除自己的执着 所以我执法执 这个叫破诸无名 所以你就会得无量智慧 但是各位记住 越多烦恼 才有越多智慧 越多障碍 才有越多福报 那菩萨你就要 故意的去 就像做皇帝一样 这个国家快倒了 这个公司快倒了 你要去承担 万一倒了 你要抓去关 但是你要去承担 不然你开发不了智慧福德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厌烦 好不好 你的小孩子很难搞 这是我开悟的机会 莲花长在污泥里面 顺境里面 不能增长 在逆境里面才可以生长 更伟大的是 你要把别人的逆境 成为你的逆境 你要故意承担 所以有时候我有空的时候 我很喜欢拿着别人的牌位 比较苦的 在那边跪 在那边忏悔 因为我怕我自己太好命 所以一个人在房间 就在那边跪 承担这个问题 以前写完牌位 就赶快拿去外面 不能跟牌位睡觉 晚上不好睡 现在习惯了 现在习惯了 水黄牌位放床头 这样一起睡 以前就是慢慢就越写越多 就你慢慢超越 安心 安心可以让他超度 对不对 因为你要表达你爱他 一个爱小孩的人 就算小孩往生了 你也会抱着他睡 因为你爱他 你不会说他是个死人 这个是超越超越 快乐痛苦超越怕 所以佛陀说 两种修行和和故 和愿不得 如果你能够去行 众生忍 你能够去行 法忍 那你一定满一切愿 所以我想 各位今天大家难得机会 老实说我本来不想讲 因为我喉咙讲太多了 傻眼 但是我看各位刚刚摆得这么认真 我也不能不认真 所以 但是我也很希望各位 深入精湛 等一下要回去 今天要准备六本书 你最好把它看完 所以 为什么要放生 为什么要绕佛塔 等等等等 那我想 现在这个时代 佛教知识没问题 任何一本书 乃至网络 你打上去 刚刚各位听我讲到老半天 什么 生忍 乏忍 无神 乏忍 你给他打上去 所有答案都在上面 经里面所写的 上次是所说的 现在很方便 这没问题了 但是重点是如何把这个 这个法变成你的 那叫做智慧 深入精湛本来就在了 深入精湛不是我去看 而是把这个精湛入在这里面 叫深入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由外而内 这个变成忍辱是你的本性 你要去修 慈悲是你的本性 知道外在的慈悲 自归佛 归以后 然后我们要法归 我们要让这个东西进入 我们叫外内密 对不对 和为一体叫密了 所以你要变成 佛法的修行 进入你的生命 这个肉体死了 但是你法的生命还在 你就会趁着这个善愿 哪怕去净土 那这投胎 才净土又得到更圆满的智慧 投胎来以这个个性 一个菩萨的个性 我们叫什么来 菩萨总性 来利于众生 但是各位 这个世界 需不需要佛法 佛法为救世之光 我想各位已经 比较国际化了 特别来到美国了 你就看多了 你这个世界 再有钱 再进步 特别科技时代 越进步 人类越脆弱 越脆弱 所以那天我们在讲说 以后开车就弄个床 然后就走了 不用开 自动驾驶 那什么东西都越来越方便 但是方便就代表我们的脆弱 因为 就是不想动手 想要 更方便一点 当然 基本上 各位要技术 故意训练自己的心态 在复杂的状态 不是光心态 还要故意训练自己的身体 如果您身体懒得去训练它 你没办法得到佛的大力的身体 大雄大力的身体 去承受众生的苦难 去帮助众生 所以要好好地散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什么是佛法 佛法就像药一样 因为生病所以要吃药 所以佛法就是解决痛苦的方法 解决自己痛苦的方法 进一步能够解决别人或众生痛苦的方法 但是什么是痛苦呢 痛苦就是心不安定 心觉得很压抑 心觉得心情不好 心觉得很想生气 这个就是痛苦 所以真正的快乐 并不是说光有钱光健康 这个有钱健康是给你方便 这个是个祝愿 但是最主要的快乐是 你心里能够超越这个生病 心里能够超越这个失败 心里能够超越这个被批评 甚至你被老板开除了 你也觉得无所谓 为什么 那反正我可以放假几天 我可以去度度假 你不会觉得挫折 这就是修行 所以各位如何安定自己的心 不会被外面的境界影响 所以佛教告诉我们 念佛 打坐 诵经 种种方法 你都可以 甚至 各位要 念习 关心别人超过于自己 所以离苦得乐 来自于你懂得 调伏你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的内心里面 不会因为事情的变化 而起了 贪心 生气 傲慢 怀疑 嫉妒 这些东西 所以你平常一定要念习 很说人喜欢念念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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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很专心 或是读经 很专心 所以我想调伏自己的内心 不会被外面的事情影响 这个很重要 但是影响来 你控制不了怎么办 佛陀佛教我们一个最快的方法 那就去慈悲吧 关心隔壁的老人 不撕几个米给鸟吃 然后像我喜欢撒甘露水 念观音菩萨的甘露咒 开烟喉咒 念奥马尼佩命 不撕给孤魂野鬼 撒在草地 撒在树上 或是各位去点烟共粉 撒几个米 关心 或是你去笑说你的爸爸妈妈 你现在心情不好 去帮爸爸妈妈按摩按摩 当你给别人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心里就平静了 这就是佛教讲的 奉献慈悲 是内心平静 开智慧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想 快乐来自于你能够调复自己 快乐也来自于你愿意帮助别人 就可以超越自己 希望大家过快乐的生活 阿弥陀佛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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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 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